花了三小时零七分钟 找到了这个女孩的姓名 地质 身高 体重 兴趣爱好 我真的好喜欢她 迫不及待地想见到她 我的暗恋故事很美妙 我是在APP同城上偶然遇见到她 长相是我喜欢的类型 爱旅游 会做饭 还养了只小狗 很好 她分享了各种日常 让我对她有的初步了解 这一年头居然还有人敢发票件照片 那就是你自己送上门了 打马了 没关系 保存图片到相册里调整参数 原来她的心心啊 真好听 我顺着她的姓名身份证号 一下子就查到了她的关联号码 然后用手机号去搜索微信 但她拒绝了我的好友申请 翻了她的朋友圈 却发现微信服务器压缩 那些照片根本识别不出 拍摄的时间和地点 唉 爱情就是这么充满阻碍 但我用手机号在通讯录 一样查到了她所有的社交账号信息 她刚买了防狼神器和安全锁 我猜她是单身 每天下班一个人走夜路很害怕吧 如果有我在身边 她也就不需要这些 她的 把点赞收藏了很多网路电子被打卡 都在南京尽围剧 你巧了我也在啊 我们一定会有场浪漫的邂逅 微博发现她喜欢的爱豆 蔡许坤 喜欢唱跳rap篮球那个 还不如喜欢我 某鱼上她喜欢浅色森西风格的衣服 身高是1米70 体重96 鞋码38 衣服M码 太瘦了不够丰满 差点意思 在招聘软件上 哼 原来她公司离我只有200名 接她下班只需要两分钟 很方便吗 唉 你也喜欢个官啊 我是她男粉 交个朋友吧 好呀 这是我的秘密 千万没什么我需要 听到没有 感到没有 �